来看看这个欢乐满东华 东华三远大型筹款活动 16号今晚8点来看看 有些节目挺厉害 其中在回来陈晓冬会与胡林合唱 还会与合唱团一起玩 还要说暴风雪很艰难才回来陈晓冬 与胡林这边如何合唱 另外还会自己又唱歌呢 唱吉他 因为中年好声音没人唱过 另外汪明泉、罗嘉英、联同盖明辉、吴英美等人 会是粤剧名领演出气宝 这个挺期待的 因为囚风活动什么元素有些 有些是中老年的人会喜欢看这些 在粤剧名领 当然大家会知道 盖明辉也很久没有多不多回来 应该是罗嘉英和汪明泉 好像一齐合拍在萤幕面前 也是近年少见 再下来 同样也是期待 就是林迪安和女儿 星梦林梓毅 这次玩特技 训练的女儿 不如将来陪育的女儿做打女 带她飞车爆破特技 这次很厉害 那女儿也说很艰难 不知道有没有受伤 好像相当不容易 难得妇女档上阵 当然大家很期待 而且玩特技更加刺激 同样妇女档就是 关丽杰 关丰兄就是 妇女共务 这次我没有图 这边林梓毅 看看将来会不会成为打女 是很厉害的 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她 如果高大那些 有时可能更难一点 但是她这个身形 培育做打女可能也不错 另外超声团 两个商保 阿丁子朗 闪正锋 就会带领其他人 歌舞发放活力 到时最后还有一些 游戏环节 这个东话好看 今晚 丁子朗 闪正锋 看看又会表演些什么 有大称也是找她们 另外周吉佩 就有三部分 无线都是设定的 除了跟这三位合唱 合作 一齐弹 超正 另外也会 跟关心言 配合管言乐 就是合作 合唱 另外这边有三个人 一起玩乐器 也是超正 另外她自己 应该还有一部分 三部分 另外被记者问到 今年大风收 她承认 今年做了大概80个show 其实也很夸张 因为她也年终 四五月 大概七个月左右 如果你说一年可能做八二个show 还可以 80个show 如果一个show 有一万元也有八十万 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计算 也知道也不会说 当然我不知道 她说 那个show 是人生加起来的总和 厉害 出八十个show 真是夸张 都说的 赚回几年钱 好过在原本那份工 打十年 真是 这些不得了 另外再来看 就厉害了 限头宣传的 这个就是陈长天 如果大家留意 那些乐坛颁奖礼 会听过这个名字 可能有些人是没有 陈长天 大家只觉得 又是其中某年某月的一个新人 某一届 某一个年份 没有遗意 她又不是姓江 又不是姓蜜 也不会跟老母姓的 江华也是艺名 可能 就叫陈长天 是什么 就是江华的宝贝女 所以这次也挺多一些 父女档 父母女档 一起上来玩 挺开心的 另外 除了她们 还有 薛家燕 盧冠亭 陈杰玲 车远远 许志安等人 都会轮流合唱 反而这次好像就不见 中年好声音和声梦的人 就是 一堆那些 周一配是 林子毅是声梦 我不是说单独一两个 是一堆的介绍 文稿介绍 也不见 这次 会是倾力囚款 当然 看回她们会唱 《勇抱爱》 又是陈长天自己 不知道会不会唱首 那就是江华的宝贝女 原来她是参加过声梦 我们可能接下来再做一集唱 最后进不了 可能进入初选 最后进不了这边 一家三口温馨合唱 江华少言被舞女孤立 陈长天下 也之前在《明爱暖万心》唱过 其实也挺多一年 也有《明爱》 《东华》 《博爱》 《宝梁》 《宝梁》 是不是四个 港流 不好意思 挺开心的 她是母女父女当 父母女一家 其实她还有一个 不是四个 一家 四后 好像 但好像生得有些似密结纹 轮廓没有江华那么漂亮 也有很多人说 江华的女儿为什么越长越丑 曾经说 至少被人笑丑小鸭 现在大概28岁左右 她还有个大儿子巴人 陈耀忠 挺有型的 大儿子可能像父母 女儿像母 妈妈 我们没有剪的家庭照 像妈妈多一点 看看大家大了怎么长得漂亮 现在是普通的 外表一点不姓味 就经常被人笑 怎会长得那么丑 明明是江华的女儿 他们又玩大陆东西 所以大陆的网民会对他们有些奇怪的事情 她就19岁开始参加内地选手节目的选拔赛 也表示最近传出她承认曾经参加过声梦初选 她说有后台也不能入围 不过一直没有放弃 就继续装备自己 甚至自己也出歌 妈妈也很支持她 有机会登台那些都一定会带她出来 自己又学填词又作曲 作过一些歌给自己 这次是会火拍爸爸和妈妈一起演出 我们稍后看看如果整理一个长进一点的资料 就说一说陈长天 不知是没有人看 不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她是江华的女儿 之前有传出的江华女儿会进军娱乐圈 低调了一点 不过这次也有高调 之前明爱也出过的 但我们没有报名爱的事 今次报了一次 看看她的三母女 看看是怎样玩法 一个简短报道 大家看看如何看这个东话 会不会有些惊喜给大家 记得就是捐款 多谢收看